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是询问孩子的感受 疼不疼啊 把我的小宝贝摔到了没有啊 请记住 你这样问多以后 孩子就会有条件反射 求安慰 另一种就是责备 怎么搞的 辛辛苦苦拖的地 洗的衣服 还有你自己 怎么这么不小心 孩子以后呢 也会特别的敏感 以上两种不是特别正确的方式 一种来源于爷爷奶奶 一种来源于辛苦的妈妈 但这个时候 父亲的小事没关系的心态 就发挥了作用 只要孩子没大事 都是没事 不用安慰 让孩子自己思考 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看 这么小的孩子都可以临危不乱 欲试不慌地打上来 很多时候不是孩子长不大 而是我们没有给孩子成长的机会 责备或者宠爱不如给孩子来一点负爱 有时候那三体滑坡般的负爱 就会不经意见地让咱们孩子长大 本来是一个摔跤 孩子很可能会哭 可能还会被家里人批评 精神和肉体都会受到折磨 但是爸爸的一句话 不经意见孩子整理好了所有的情绪 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相信这个小女孩长大以后 遇见困难也会想起爸爸的这句话 没什么大不了的 把自己收拾好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一个爸爸的力量 妈妈们 赶紧给爸爸们看看吧 下课 导演 导演 케儿 5